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2月5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走势的部分 指数在这个地方上个礼拜 最高冲高到15 152之后呢 今天早盘指数先以平盘附近来做开出 接下来上半场一度这地方出量拉高上去 最高来到150 88涨了117点 不过下半场有点这个后继无力的现象 指数再度的拉回 收盘指数剩下小涨个10点 以14980点作收 成交量今天2406亿 那收盘指数14980 没有能够站得上15000 最近连续三天大盘都在15000附近 来做一个攻防战 大不敌大盘有没有机会继续涨上去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现龙老师之前你说12000 13000大盘要出现一个强力反弹 结果都没有听进去没有进场 如果现在指数涨到15000了才想要进场 还来得及吗 如果现在想要买股票 军工概念股 升级原宇宙电动车 好像都很夯耶 但是到底现在买谁才有机会赚得到大波段呢 这个部分我知道很多投资们很关心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不过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快打当冲作战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大盘指数开高 这个先拉后杀 但是我们锁定的标的在2634的汉响这档个股 最近利多频传 他也是军工概念股当中的一个代表 说忙着卡位明年的高叫机种就要交机17架了 而早盘股价开高之后一度也这样出量极拉 这边又再度的出量拉高 看起来买盘十分的强劲 吸引了散户进场追高之后 却又跌落了大单成本早盘均价 反弹也高位过高之下 又大户拉高然后反手出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也在这边翻黑 出现转弱讯号之下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今天2634的汉响采取短空的策略 指的就是当冲我们先卖后满 不过今天早盘10点22分 短空2634的汉响 技术面转弱讯号定价36.4到36.6之间 就是36.5上下了 先做卖出之后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但是接下来股价出现个 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对峙 有人出一度打下来 但是又被拉上去 这样的状况到尾盘变数都会比较大 有可能的地方先拉再杀 先杀再拉都有可能 那无论如何既然变数变大 就代表什么风险变大了 那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也不跟他硬拗 因此在11点51分 当时市价36.8元附近 小赔先收回资金 因为一早是卖在36.5 那36.8来做买回 所以今天小赔个三毛钱 明天再来找赚钱机会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稳中求胜 而且都是先求稳再求胜 有益力的话 我们就宁可小赔先收回资金 也不要让大赔这件事情来做发生 这样长期下来才能够做到我们这个地方 看错万一小赔就跑 看对有时候这个地方 四季就能够大赚 长期下来才能够成为赢家 当然讲到这里 总是有些投资朋友 如果刚看县荣老师节目都会觉得 这个老师好奇怪 今天没有赚钱 赔钱赔了三毛钱 还要特别拿出来讲 人家每个投顾老师 都天天大获全胜 天天有股票涨停板 为什么 赔钱也要拿出来说呢 这其实就是这么多年来 现荣老师的一个坚持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要带给大家一个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以什么叫做诚信 你会看到很多投顾老师 为什么每天都说自己大获全胜 你如果真的相信 我缴了钱加入一个投顾老师 就是天天可以赚到钱 甚至天天涨停板 你相信了你跑去加入 你都会发现最后都是假的 原来这些老师啊 每天说自己大获全胜 他可能每天推荐三到五档股票 给各种会员 最近涨什么就喊尽 最近涨什么就喊尽 所以天天好像都有股票在涨停板 其实他一个月推荐过几十档 一个月推荐了几十档 有赚钱的就拿在电视上表演 大获全胜掌听 没赚钱的赔钱套牢一缸子 却都藏起来不说 这样的老师能够真的帮你赚钱吗 你会发现加入之后就假的 好有些老师是这样 喊尽一档股票从来不受停损 每天就叫会员朋友买进买进再买进 永远都买个不停 把会员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那将无限加码下去 当然再弱的股票也是有反弹的时候 那每次一反弹就告诉你 你看最低点叫你买 哇现在可以赚多少 就像这波大盘从一万八 一万七 一万六 一万五 一万四 一万三 杀到一万两千六百一十九点 终于反弹 很多投股老师都告诉你 你看低点叫你买赚多少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告诉你 他们在一万八套牢 对不对 没有告诉你 你一万这个地方 会员朋友 这个高点套牢 只告诉你最低点买的 这样的老师 能够真的帮你赚钱吗 当然也不行 那有些老师是一档股票给你 又叫你做当冲 又说也可以做波段 但是到最后都是这样 有赚钱就叫你当冲冲掉了 看错才来放波段 我要再三叮咛 这是做股票的兵家大忌 因为他会让你看对的股票赚了钱 却很快就出掉 看错才来放波段的结果 到最后满手波段的股票 都是你看错的 到最后你手上的股票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你到最后会赚小钱 却都赔大钱 就是这么来的 千万不要这么做 这是兵家大忌 甚至有些老师常常会把会员分成N组 每一组股票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电视上秀的永远不是你参加的那一组的会员 你是不是都参加过这样的老师 天天股票涨停板 大获全胜在电视上 好厉害 结果加入 老师怎么在电视上表演涨停的 永远不是你参加的 这样的头顾老师 你说哇天天都好厉害 大获全胜 但是最重要的诚信两个字 如果没有 讲的都是假的 能够真的帮你赚钱吗 不行 那县龙老师再三强调 当然我不是神 不可能天天带你赚钱 那叫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但是你会看到 我们给你的是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那四大保证 也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只要跟着我们做当冲 第一个当冲股 当天待进一定就是当天待出 包括将今天有疑虑收回资金 小赔三毛 我们也都马上就出 绝对不跟他硬拼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只有两档当冲股 所以我不会报一大堆股票 叫你去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箭杀出几十趟 更不会报了一堆股票 只拿赚钱出来讲 赔钱都不说 因为你看到 我们每天 有赚钱没赚钱 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当冲股都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会员票跟着我当冲 都是2634的汉翔 没有其他个股了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 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给大家加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我们持续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继续给大家最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那当然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大家 那做股票一定有看对有看错 没有那种稳赚不赔 那叫神话神棍在讲的话 但是永远要记得 看对看错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你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小赚四季大赚 但是万一看错呢 记得小赔就要赶快跑 绝对不可以让大赔这件事情发生 这样子长期下来 看错顶多小赔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才会是真正的赢家嘛 对不对 像今天我们汉翔 36.5先卖 36.8买回 小赔个三毛收回资金 其实无伤大雅 假设你一百万额度操作个三十张好了 一张三百 今天也不够赔个九千块左右而已 很容易赚回来啊 像上礼拜五我们操作谁 操作3128的深锐 那天有没有一早建立53.4以上 短空闲卖 最高53.5 打下来这地方 我们成功的52.2以下买回 尾盘目标51也都有达正 至少就是一块二以上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二十张 一天就加薪两万四了 一看今天少赔个九千 那一天这礼拜五赚个两万四 对不对 甚至如果你想就赚一点 目标51块再达正也有的啊 对不对 那你会看到 这只是我们所说的 看错小赔就跑 看对有时候小赚 四击大赚 当然这包括了上个礼拜 郁金光 也是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拉高大呼在出货之下 407.5408 先做卖出 卖完之后 打下来400.5买回 一口气七块价差 三张就好 百万额度操作三张 一天也是可以加薪两万多回来啊 当然目标还是像之前 东哥游艇价 利多健报之下 隔日冲锁完掌隔日冲大户 前一天锁完掌停 隔天散户追进 人家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我们一早建立会员票 297.5先做卖出 打下来 半小时不到 287.5以下买回 一口气就十块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四张 一天就加薪四万 赚回来啦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操盘高手 有看对也可能会看错 但是看错就顶多小赔 不要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四季大赚 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了 那么如果说投资朋友 认同现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理念 那更认同现荣老师这样 真的就是每天坚持 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钱没赚钱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的时候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我们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 也欢迎大家 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看到这个盘式 那还记得 在这个上上个礼拜 11月23号 指数来到半年线附近震荡 那个礼拜最高来到14669 那当时我们提到 指数来到半年线 量的趋势稍微有点转弱 这里震荡之后 要提防会有个拉回回测的动作 但是这个拉回回测 代表涨势结束了吗 没有哦 注意到现在大盘的融资予额 指数涨了2000点 融资比12629的时候 还来得更低 所以筹码面对多方 仍然是有利的 所以我说这个拉回 做一个回测 或者是以盘带跌之后 再有个2400亿的 多方攻击量 那大盘量的趋势 就会怎样再度转强 那筹码面对多方也有利 这个筹量在转强之下 就有机会再来挑战下一个目标 什么15475的高点了 那后来果然大盘指数 来到14669附近 因为这个选举的影响 指数一度出现下杀 上礼拜一跌了221点 礼拜二开低又跌了100多点 指数这地方先拉回300点 那接下来看到多方攻击量开始出现 指数也再度的连续拉高 最高已经又来到15152 再创反弹新高 也来挑战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15475的高点了 当然现在这个行情 第一个就筹码面上来看 融资余额仍然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低档的位置 而台币也持续在升值之中 没有出现贬值的状况 所以我目前来看 大盘反弹一样 还是没有结束的讯号 仍然有机会继续我们所说的 震荡向上 往上来做迈进 就它不是天天涨 它可能创新高拉回一下 创新高拉回一下 但整个格局趋势还是往上 那但是比较要小心的就是 这两天都出现高档爆量 2000多亿的量出来之后呢 反而都留一个 指数攻到155之后呢 都留了一个上影线 所以我说接下来的行情人人要步步为营啊 也就是万一 接下来出现融资大增 那指数却涨不动了 或是台币又转扁的话 出现这样的讯号 反弹就会接近尾声 不过目前来看 似乎还没有 那最重要的 接下来盘势我说过 会出现两个现象 是你最要去小心 第一个 产业现在是好坏两名 很多产业趋势 这个依旧明年会功过于求 这个产业景气还是继续往下走 这种产业 我跟大家讲过 反弹上来是要早卖点 不然你报错股票 会赚指数赔价差 尤其接下来更可能发生 像今天指数盘中一度拉高上去 之前我提醒大家 明年产业还会继续向下的 航运 手机 笔电 还有二三线半导体 这些都是我们说过的 要特别小心 你看指数今天早盘一度拉高白点 可是航运的扬名又继续下杀 对不对 还要再继续跌 这波你抱着航运股指数涨了2500点 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红基今天也跌了一块钱 也都反手下杀 所以在接下来的行情 我会去提醒 第一个 产业趋势好坏两名 爆错股票 你会赚指数赔价差 产业趋势向下的 好再提醒一次 航运啊 二三线半导体 手机笔电 这些反弹仍然要找卖点 那第二个要去特别注意的现象是 类股的轮动速度会开始加快 你会看到很多股票 今天很强 明天你还觉得可以追的时候 开个高可能就要反手下杀 这样的状况你就要去小心 满天赚金条 一追又会套劳 那你说这样的状况该怎么操作呢 所以对小资组而言 要做短线 我们记得一个原则 善用反市场的操作法 好 那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 赚了这种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 仍然是对小资组来讲 最好的选择 但是对大资金 如果要做波段的 好这里才想要进场 还是一个原则 你不要去抢跌升反弹了 好 因为指数都涨了2500点 你才要抢跌升反弹 那既然它叫跌升反弹 就代表未来可能还会跌 你却在涨了2500点 才要去抢 不就很容易 怎样 掏在反弹的高点 到时候又跌下去 又破底 又套牢了 对不对 所以对大资金 波段的投资 我说这里不是在让你 抢跌升的反弹 而是你要去找股票 有没有股票 有机会有实力创新高 你说可以吗 有啊 再三叮咛大家的观念 就是什么 产业趋势决定股价方向 所以当一个产业趋势 景气是持续向上 业绩持续成长 这样的股票 就算大盘只是个反弹 你会看到都有机会 有实力去创新高 当然你不是在创新高的时候 去追高 你能够去找到这样产业向上 业绩成长的潜力股 低档 照我们所说的 发现了这地方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业绩成长的公司 低档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你能够在低档买好 不就能够掌握到大波段的利润吗 就像之前我们看好 上4770的上品 这档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大厂 就是发现晶圆厂资本支出大增 它的业绩开始订单进来 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囊 法人也在进场卡位 而股价当时在低档 头肩底右肩打出来 我们260元以下 建议买进波段持有 后来大盘8月份一个反弹 它股价从260涨到396 涨幅超过了五成 而且是领先大盘 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股票 你能够在低档 跟着我们260以下买进 创新高 我们360卖出 对不对 自然就有大波段的利润了 百元价差 有人卖个十张 获利百万入贷 包括了 这个电池大厂4931的新生力 也是当时发现了 这个地方受惠于资料中心 电动车需求大幅度成长 接到大订单之后 业绩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也在进场 当时股价 季线半年线 黄金交叉出现 大户在进货 我们也建立会员票 38人以下买进波段持有 后来6度拉到涨停 最高冲到60块的价位 当然周转率过高之后 我们也在58人以下 全数出勤 获利入带了 对不对 你看到20元价差 又是创了历史新高 又是涨幅超过五成 有人操作50张 又是获利百万入带 这样的股票 你看到才有大波段利润 当然当上品新胜利 我们都已经获利出勤了 接下来我们持续锁定 最有爆发力的电动车产业 包括台达电 当时也是24轮以下买进 现在也在创新高 涨到300多块了 包括了这地方 是个前阵子推荐 上个月唯一推荐4958的真顶 其实他除了手机的软板 车用的零组件 他现在也开始大量的供货 业绩也在启动成长 都能创新高 对不对 当时股价114元以下买进的 今天最高也来到127块了 也是领先大盘 突破18619高点 创新年新高 当然急奖 我们都不建议大家 再去做追价 如果你错过了之前 包括了上品 新胜利 获利百万的机会 错过了台达电 真顶 创新高 低档布局的机会 现在我们正锁定了两档 车用关键零组件的一个大厂 股价现在正在低档 发现大户开始进场卡位布局 如果你想掌握像之前上品 像台达电 像新胜利 像真顶价 有实力创新高 而能够在低档布局的投资朋友 记得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不想要事后留下后悔 记得当时就要下定决心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今天跟着我们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就有机会享受快乐的果实 想把握像新胜利 像这个上品 像台达电 像真顶价 大波段活力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今天一起来拨下希望的种子 广告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当台北股市大盘指数来到15000点 高档爆量上引线出现 这里当然要步步为盈 接下来要特别小心 产业好坏两名之下 爆错的股票会赚指数赔价差 更要小心 类股轮动快速加快之下 满天赚金条 可能一追就会套牢 那这种状况之下 该怎么操作 对小资组来讲 我会建议仍然采取我们所说的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当你盘中满手赚钱赚了就走 有赚钱机会还是可以努力把握 但是盘后有赚没赚保持空手之下 自然能够帮风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高枕无忧的这个操作之下 先求稳再求胜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 我们强调这仍然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每天会按照专利SOP 第一步观察盘时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果断出手 但是最重要无论如何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每天按照SOP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议 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简讯通知 但是没到价 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都会当天待出 就像今天 锁定军工股2634的汉翔 发现搭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之下 短空先做卖出 不过两派搭户在很多空对峙之下 找盘卖在36.5 尾盘变数比较大 我们也不跟他硬拗 十二十一点五十一分 36.8先做买回 宁可小培三毛先收回资金 先求稳再求胜 有一律收回资金 这是我们操作的选择 这样才能够帮大家 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明天再来找赚钱机会 那今天小培三毛 无伤大雅 30张也几千块而已 看对上上礼拜五 锁定安控股 3128的这个深锐 也是发现 大呼在那里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之下 短空卖在53.4以上 下沙这地方52.2以下买回 1块2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20张 一口气就是加薪格 2万4以上赚起来啦 对不对 那目标还是像 像郁金光这样子 一口气 407.5408卖出之后呢 400.5买回 七块价差 三张就有2万多 可以赚进来 目标还是像 8478的东哥游艇 隔日冲大户 隔天拉高出货 这个地方被我们发现 一早卖在297.5 打下来半小时不到 287.5买回 10块价差 4张一口气 就可以加薪4万块 你看到 不是不可能梦想 我们就是这样 稳扎稳打 看错小赔 不让大赔发声 看顿有时候小赚 四季大赚 才能够长期帮助你成为赢家 如果投资朋友认同 我们这样操作理念 更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每天坚持 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指名加入 也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